喂 是吧 这个你偷回来的那个剩下车怎么样了 可不是偷回来的 是我光明正大的借的 那最近为什么没看到你开啊 因为这车需要月A指标 我一般都是趁了开市停市才开 不过我已经把它的电充满了 我就知道你会趁公司免费片 其实今天呢 把你们都喊过来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看看我那辆车 不过有一个前提哦 待会你们看的时候 可不要把口水滴到我的车上了 那我看看你偷啊 不 卸到什么车啊 喂 什么又发音是雷尽名场面 因为这车名字叫云海 虽然官方扯了几个版本的名字由来 什么出自八郡腾云驾屋 又或是直挂云番济昌海 我觉得都太风花雪月了 难让你记住 明明就是要配合宝君云之辈才起的名 所以你真不如直接说这车来源 慕容云海 让你印象深刻 云海会有两个外观 因为有纯电和插环两个版本 纯电头灯 走小米的路 让小米SUV无路隔走 插昏版倒是有点保时捷卡紧的意思 我这次试的是插昏版 主要填的是它这号称 12万级就能买到的高阶指甲 那现在这台慕容云海 它用的也是纯视觉方案 而且用的是比大家熟悉的 大疆做的 那有些人就觉得 哇 那肯定很靠谱很强了吧 其实大疆在做视觉的避障啊 无人机的那一部分 自动返航什么的 是做的不错啦 那你不能够说 它在无人机那方面做的很好 放到车上面直接就能够做的很好的 因为这边有一个反大家常识的认知 就是在天空上面做无人驾驶 是肯定容易过在地面上做的 据说在之前的一个版本的话 它会直接把车给刹停 而现在它是适机而动 基本上它都会通过避让 然后让这台车自己通过 那我们测试了这几轮下来 都发现了 如果在路况比较好的地方 你要是让一个乘客蒙了眼睛 然后问他 你觉得这个是人开的 还是车自己开的 他1689会告诉你 觉得这是个人开的 因为他在刹车自动跟车变道各方面的选择 都特别像人类 除非你能够听得到它那个语音 提醒你智能驾驶 记忆领或者自驾的那些提醒 那你就知道它肯定是个机开的了 正因为不能够直接把空中无人机上面用的东西 直接搬到车上面来 所以他们还做了挺多的针对性的优化 比方说他们是针对了鬼探头 还有一些加塞车辆 行人打伞 人群什么的 都有一个针对性的识别 但是纯释球方案其实也会有一个可能存在的危险地方 我比如说下雨了 雨雪天系 或者是他们那些水雾 脏的东西遮了的话 那我会不会就会有误判呢 在我们刚测试的两轮过程中 我们曾经试过 把它的一些bug给试了出来 就是在多个车道然后缩减了之后 比如说试车道突然间缩减成三个的时候 它要并过去 如果它刚好就在最边要缩减在那里的时候 它会不打灯就变得过去的 可不过这个应该还是蛮好解决的 以后OCA就能够解决了 还有一个优点 AI调速 一般来说我们设置这个智能辅助驾驶 其实就相当于你的线速是多少 它就在那个线速范围里面去走了 但是它的AI调速呢 会去根据路面上跑的 其他社会车辆的平均车速 来控制自己的车速 像我现在调的是50的线速 但由于这条路其实是跑80的 我又懒得改 我直接调个AI调速的时候 它发现其他的社会车辆都比我快哦 它自动就把车辆给加上来 那这一点还是非常智能化的 当然它也可能存在一个风险呢 就是啊 如果那些车超车辆了 那那张摇油肝 你其中你都摇板的了 虽然是插混的车型 但它又有动能回收嘛 而且我觉得它的动能回收 还特别值得说一说 因为它是能够通过双目摄像头 去调取前车的数据 还有地形的数据 比如说我现在在下坡 或者在爬坡的时候 来控制我动能回收的力量 跟速度 那这点还是挺老实际的 所以大家可能会嫌弃的 比如你看到这两个孔 以为它是给手机散任用的 其实它只是出现用的 因为这两个并不是无线充电 而只是一个座 此外 副驾的座椅 还是手动调节的 当然整车的这个座椅 也并没有通风这些功能 然后就是没有自动防徐幕后视镜 但是这个阅读灯 倒是挺像个太阳 所以我个人还挺欣赏的 能把手 它跟这个顶横 可能都还未是最终的版本 可已见得 这还是一台试装的调教车 那就是看一看下面 这个明明应该装USB孔的地方 它就只剩下一个洞了 清测好用的几个功能 智能波车 循迹到车 智能波车里面 它又细分了这个记忆波车在这里 只要是你自己给它设定一个路线 那你就可以做到 我在家门口下车 然后让车自己去找到 自己的位置去停下来 非常的实用 它最长可以系 两公里的路程 甚至可以系二十段 哇 你四车五路下 就可以系四十公里的停车的路程 所以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 比较卡巴的玩法 虽然我们的法规 还不让完全无人驾驶上路 但是它确实可以 在你开启的时候 有人就下车 然后它去泊车 那是不是 我把这两公里的二十条 全部利用下来 那可以无人驾驶四十公里的 而且它可以自由选择 你要泊车的位置 甚至于你要泊车形式 也就是说 你那个位置是这样方方正正的 但是为了方便出 你甚至可以把它 故意调斜一点停 它也会照你的意思来 要是你遇到那种 挂头楼呢 它也可以直接循迹给倒出来 但是在我实测的时候呢 终于给卡到 找出了它一个霸 就是我在循迹倒车的时候 后方有车辆来 它红楼来 然后有个云光灯 于是在识别时间里面 没有把它识别出来是一个车 它在建模的时候 没有认出来 所以如果不加那脚刹车 它不加那一下喇叭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会 直接来了一个 所以它这个东西 运行的原理呢 是通过视觉去扫描 周边的环境 建一个模型 然后你就在这个 粘地的地图模型里面走 那自己去 根据现场的环境 进行躲让 但如果遇到 比较强烈的反光的物体的时候 有可能会干扰它的视觉 并且我也问了他们官方人员 要是我在一个没信号的地方 它到底是本地在运算这个东西呢 还是要联网运行呢 他们被我问住了 沉默 看来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我们现在也没有条圈 去找一个没什么信号 因为这边信号 暂时还是挺好的 所以 你会有机会再试咯 那我现在在设的这一版呢 是长得比较保时捷卡紧的那一版 就不是小米SUV概念版的那种样子 因为那个是纯电版 纯电呢 是分500公里跟600公里续航 而插混的版本 如果光用纯电跑呢 是可以跑60公里跟140 两个版本选择 差的也蛮远的 但是他们宣称这台车的总里程 在插混的情况下 可以跑1100公里 你还别说 我现在不知道它这个表显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看 我的电池其实只剩64% 那我的油可以979 但是它剩余中里程还有1063 那它还挺多的 那在我们刚跑了 来回近50公里之后呢 在车目前的电耗是11.5度 油耗1.4升百公里 综合是4.7升每百公里 并且这是在并没有设置什么 强制保电的情况下达到的 不过这是因为它电池比较好 所以我们暂时还没能够试得到 它如果在电池电不足的情况下 它油耗是多少 就现在目前这个表现来说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满意的 按照官方的说法 这是个强视觉弱地图的自驾系统 就他们不会去依赖高近地图 或者是雷达那些方案的 他们甚至还对例行车辆 做了针对性的优化 它的司机表现在这个15万以内 我也觉得是基本上 做到了这个时代 可以做到的比较天花板的位置了 但是呢我是知道 网上大家对这台车目前的预售价 包括最终售价来说 都是颇有怨言的 总觉得你卖贵的 你不值得你一个宝骏 你就是50的 你凭什么卖这么贵 死定了这样那样 我不需要自驾 我要更便宜 因为做这个品牌本来是想向上的 结果呢总是要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 让大家觉得不值 但是它现在给出的自驾 这些功能虽然说有一些配置 大家可能觉得有的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更舒适 更需要的那些舒适配置 它没给你省成本吧 但它这自驾对不起 这个价格表现呢 我认为是物超所持 所以呢 如果大家还是觉得它不值的话 我有一记可以帮宝骏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出一个5米长的SUV版本吧 实在不行 你接近也可以 然后呢 把这个自驾功能跟相应的这些配置 全部给装上去 你看到时候大家会不会还是说它 划不来不值呢 不会的 这些东西全部有 你看到时候说不说你一句摇摇领先呢 你看前面这个问题 前几年虞成东还说那什么激光雷达 要比特斯拉的视觉方案要强得多 摇摇领先 现在又说什么 自驾S7 Pro 用华为的视觉方案 摇摇领先 你觉得到底要信它哪一句 喂 你觉得这车怎么样 第一 我不叫喂 我叫精水宝宝 第二 我不是来陪你试车的 第三 这车我都还没事呢 没时间陪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